哈哈 還有我的媽 還有媽的同康 在65年前 羅斯威爾事件 在美國這個事情 就是到現在為止是 所有的幽浮民啊 最津津樂道 那個這個65年啊 中間一直不斷的 有人出來作證說 那個事件是真的 那個事件是真的 甚至於前一陣子 還有人在講 到底怎麼回事呢 請看肥貓主播 大家好 我是貓女主播 她聽說得出來 很聰明 基本上如果你看不出 我是貓女的話 看不出來 你真的看不出來 那是因為 我今天走的是嘻哈的問題 不是嘻哈 嘻哈 為什麼呢 是嘻嘻哈 重點是 羅斯威爾事件 迷漾的真相 雖然已經過了65年 依舊是各界熱烈探索的話題 接下來 馬上讓我們來看 以下這則傳說中的 羅斯威爾 羅斯威爾 世界中被仇敬的外星人 外星人 不太過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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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每個人說她腰太細 我知道 而且她左背拖得很雅 很厲害 哇 哇塞 不是 有点人性嘛 给个床什么的嘛 怎么就叫人家蹲在那里呢 难怪人家对你不友善 来 我们今天好好跟你说明一下 罗斯威尔事件到底是什么 来 黄静明 就在于1947年 7月4号深夜的时候 那个时候在罗斯威尔当地 在美国的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 它的一个小镇就是天空乌云密布 然后整个雷声大作 那有点像台湾最近这几年 那个闷雷就一直在闪电 然后好像听到雷声 就是他没有看到打到地面上 突然就是有一个牧场的主人 叫麦克布莱泽尔 他听到一声巨响 轰隆巨响 他以为也是那种闪电打雷 不以为意 但是那一天深夜 他还是觉得很担心他的牧场 他的牧场大概在新墨西哥州的 罗斯威尔那个小镇的北 西北方120公里 有一个福斯特牧场 后来他就赶去那个地方 他赶到现场之后 他发现一堆很奇怪的一些残骸 还有包括一些他没见过的 像大概长 大概直径大概9公尺 这么宽的一个圆形的UFO 很奇怪那种金属的一些残骸 而且呢 他发现一些这种小规模的一些 好像有人那个 好像疑似尸体啊 而且那有一句 大概不太完整了 大概是100公分到130公分 那种小曠人感觉好像 像我们影片上刚看到 那种好像 穿着那种外型的那种服装 灰色的那种 Essean 盈灰盈灰 盈灰盈灰 感觉很奇怪 然后头大大了 大眼睛 小嘴巴 然后没有什么毛发 然后身材又这么的瘦小 腰又那么细 就像刚看到那种画面上 他就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生物 然后当然除了一句是比较完整了之后 所以当时他很奇怪 他拿了一些那些 他从来没看过的那种金属碎片 拿去他附近那个罗斯威尔 还有一个那个空军基地 美国军方的一个空军基地 他是在美国空军的那个 大概在那个地方是 第八军的一个司令部 他有一个叫马歇尔少校 就把他拿去给他看 后来判定之后 大家知道说是一个UFO 不明飞行 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一个飞碟 然后当时呢 他们密而不宣 可是到了7月8号 7月8号隔了四天 三四天之后 当地的这个 美国的这个美日新闻纪事报 他就头版头条 报道了这个新闻 这个是当时的报纸 后来把它抓下来 这是一个当时的 库存版的一个报纸 原版的档案 就在当天六个小时之后 美国的军方 也就在罗斯威尔当地 他们那个空军第八军司令部 就开了一个记者会 发了一篇声明 记者会是这个当地的空军司令 叫罗杰雷梅尔 他主持的这个将军 然后他发了声明 说之前马歇尔少校拿到了那个 然后公布跟大家的那个说法 就是媒体报道所讲的 不是事实 不是什么外星人 不是什么UFO 他只不过是一个 气象气球的一个雷达 然后他的一个金属反应器 坠毁 杀雷不要大击小坏 没有什么遗体 然后大家就很好奇 为什么你前后的说法 这么矛盾 之前你对媒体报道 讲的是这样 可是在媒体报道之后 六个小时你又开记者会 然后发声明稿 否认自己的说法 然后而且重点是那个 马歇尔少校 当初民众拿给他的那个金属碎片 他是一个专家 他是一个美军原子弹 投资部队 509组的一个情报官 他不可能不认得说 那样的所谓的金属残验 是什么东西 如果他会出错的话 那跟他的本职学 是在差太多了 然后后来呢 当军方否认了这个消息之后 很多人不相信 美国军方的说法 就跑到罗斯威尔 他们那个当地军方基地外 大概周围20公里处后 准备要去一探究竟 可是当他们到了很多 那个UFO那个爱好者 或者研究的那个 那个学者专家 或是一些迷 研究迷后 他跑到那边去 美国军方很多士兵在那边 鹤枪实弹 不让人家靠近 感觉好像如零大敌 在那边方圆20公里 已经围成一个保护圈 不让人家靠近 一直到我刚刚讲 1978年的时候 这个马歇尔少校 他后来退伍 他就推翻了他之前的说法 他说当时军方给他很大的压力 要他承认 配合军方说 是一个气象雷达气球 其实那个马歇尔少校说 他据他研究看过之后 根本就是UFO 不明飞行物的 那个UFO的产品 世界上没有一个科技文明 可以发展到那个东西 研究那个金属 而且重点还有一个 就是当时后来 在1978年 那个马歇尔少校 他爆料之后 也有一个当时 罗斯威尔的一个民众 他也提到这件事 因为他当时在罗斯威尔镇上 他负责是做那个 兵移设 兵移公司 帐移设那种 送行者的那种行业 他说当时 就是白云了 对 他当时接到美国军方的电话 告诉他说 要准备那个一个 他问他有没有一个 儿童版的那种棺材 有没有那种棺木 可以放大一百多公分的 那种那种尸体 然后他们就觉得奇怪 那另外一通电话是 打电话 就是罗斯威尔当地的医院 说要叫救护车 护送也是一个 像幼儿一样的一个 那个大小 身材差不多那个 就是一百多公分高的那种 一个美国空军军事 送到医院去 结果后来那个护士 后来护士跟他爆料说 他参与了那个 像幼儿一样的美国军事 空军军事的一个 遗体的尸体的解剖 他发现说 根本那个就是外星人 就是像大家看到的这个照片 这也是后来 就是刚刚我们看到 那个影片上 也很像那种 头大大的 眼睛大大的 嘴巴小小的 然后这个呢 更像是周星石店 那个路顶大地 那个肚子大大的 对耶 其实这个 只能跟你们讲 太多秘密我们不知道 但是这些秘密 迟早都会解密的 是哦 今天我们请到一个新朋友 哦 饶志强 刚好 他是我们 刚刚讲到 退伍的人都会讲秘密 有没有 他也是刚退伍下来的飞行员 服役的人会有泄密的问题 对对对 会军把审判 而且他已经双退休了 他没有在怕的 好不好 这个要请一下 你就是英美人民罪关系的 第一名的话题 就是宇宙中到底 有没有外星人 我讲一个真实的事情 我在1994年 十八 几天前 十七八年前 我那时候第一次 台湾派到美国去受训 很苦啊 这种厉害 这种叫做总指教官 新墨西哥州 很厉害 就是刚刚静平讲的 就是Rothwell 旁边的一家 阿拉蒙古都的一个 美军空军基地 我在那边沉淀了一年 那个地方是F12管 引擎战机的大北 我每天跟那些飞行人 混在一起 我记得很清楚 我们刚刚到那个基地的时候 有一个老外的飞行人 跟我讲 我的用名叫Lawrence 昨天有两架F15 我们派出去 去追踪不明的飞行物 你回来 就是这个 Keep silence 不能讲 我的印象非常非常深 怎么现在都没有解密的答案 所以你说不明飞行物 去追了就没有回来 因为十几年还不够 很多年以后才会解密 所以你看 美国为什么也 大家都很兴奋 一个Rothwell事件 在六十几年前就发生了 而且有这个东西出来 最近一直解密在爆料 欧巴马去年就讲了 九月就说 他在白宫网站就讲了 他说 We are the people 要亲民嘛 他说我们都是人民 不分什么种族啊 什么黑人白人 只要你有任何的疑团 谜团疑问 只要联署超过 在我白宫网站上 超过五千人 我一个月后 我就跟你讲实话 真的讲实话 美国总统 真的会对人民 证实外星人的存在吗 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马上回来 Ruby放话 歧视外星人赵正平 吓得快原场 他不但看到外星人 这个飞碟 还看到了 还看到外星人的死亡 这些外星人的飞碟 他的那种导航控制系统 被高伦为他干扰到 跟他这些 看法话你们是这样讲 跟高伦为他干扰到 所以他的最火 在罗斯威了 那些东西也就还好吗 你不要再乱讲话 你写战乱好吗 还有我的妈呀 你知道联署超过 在我白宫网站上超过五千人 我一个月后我就跟你讲实话 真的讲实话 结果好了 结果他一段时间就一看 哇 一周内 有人要问说 到底美国人有没有 跟外星的这个外星人接触 或者是有没有服务外星人 或者是优服 就一周内就一万七千多人 联署 他看了吓一跳 马上白宫木来就说不行不行 这样不行 马上就报了 还有出来 我胡烂的哦 对 我不是说五千哦 我就讲五千万 好不好 五千万人哦 官方的说法都是这样 我们以前是这样 他都会变来变去嘛 当然 他就讲 他说至少要两万五千人以上 我才跟你讲 两万五千他又变了 我说没有没有没有 讲错讲错 五六万 一家 答案啊 所以他两个月之后 他就讲 奥巴马就说 我们没有跟外星人接触 就一笔多交了 这个事件 就是美国媒体跟奥巴马 也暗示这个 外星人之间 那这个要问一下马拉格 他怎么暗示 我们来看 罗斯威尔今年是65年 65周年 这是罗斯威尔50年的时候 美国TAM杂志 时代的 拿罗斯威尔 做封面 这是TAM杂志 成立以来 第一次用非人类 做封面 以前从来没有过 这个是罗斯威尔60周年的时候 60周年 Darie King 做了一系列 罗斯威尔的专辑 来告诉大家 罗斯威尔是真的 结果我以前 一直对罗斯威尔是半信半疑的 这两年又今年65年 证据让你越来越相信 等一下我们跟大家讲 为什么 你有怀疑的人看看 就越来越多人相信了 那么今年欧巴马 65周年 是 跑去什么地方 罗斯威尔 他去了 欧巴马去罗斯威尔 小厉害 来 我们放个影片 罗斯威尔的影片 罗斯威尔 我刚刚才见到边缘的 我寝た時到民生 那我在来干ida 我告诉你 有9年约10年代的保佑 当我训练他们和他們在学习 我训练是否曾经到Roswell 如果他们说是真的 他们跳到我告诉你 如果我被说的话 我判断他们 所以他们眼睛都变大了 所以我们会保持我们的身体 罗斯威尔这件事情 是有秘密的 而且他会守住 但如果说这是没有秘密的 他有什么好守的呢 对啊 他干脆就否定就好了 就根本没有罗斯威尔事件嘛 对不对 不过这个我们以前节目也讲过 其实美国有好几任的总统 跟外星人有一点渊源 黄近平讲出来到底哪几个 我们都知道 美国已经已故的那个总统甘乃滴 他是在1963年11月22号被枪杀的 但是就在传说在他枪杀前10天 11月12号 他就打算公布 美国在1947年 刚讲那个新墨西哥州 这个罗斯威尔UFO坠毁的事件 在那个沙漠当中 发现这个外星人的飞碟残骸 是真的 据说为什么这个消息后来会曝光 在2005年2月的时候 当年处理那个甘乃迪 被枪杀那个伤势的一个医生 后来在美国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爆料 他说他守了这个秘密 也是守了好几十年 因为当时也怕是有一个 那个因为美国可能会拿 这个会威胁到他生命财产安全 而且可能会用法律来办 那个年代美国是乱杀人 然后后来他觉得他事无忌 那个医生已经旅居欧洲了 然后他就跟媒体讲说 在当时他处理甘乃迪的伤势的时候 在甘乃迪的那个西装 左边的那个口袋里面 发现一份机密的文稿 那口袋里面文稿大概是提到说 甘乃迪准备跟大家宣布说 1947年那个新路西哥州的罗斯瑞的事件 是真的 未来的人类将不再孤单 人类开启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那地球上的人类 一直透过想要用和平的方式 跟对方做一个沟通 他想要大致讲这些 就是我们是为了和平这样子 可是因为当时 所有的美国的军方将领 还有高层 还有包括这个熟悉这个 尤维佛这个秘密的研究单位 都阻止他 而且不让他讲出来 而且告诉他说 如果你讲出来 就是危害到了美国国家利益 也危害到你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 在那前十天就有人警告他 如果你坚持要说的话 后果有什么不测 你自己负责 而且难怪 你看最大力推广要登月的就是他 对 他就要上去跟人家哈哈了 所以后来他被枪杀了之后 美国媒体就把矛头指向 是不是跟罗斯威尔 跟这个美国一直守住这个秘密 不讲有关 当然美国官方没有人承认说 不可能 因为后来不是抓到 搞到半天的古巴人 背了很多年的黑锅 根本不关他们 卡士兔不关我 我被叫人去 奇怪 后来他们抓 也抓到了一个凶险 但也有人就想说 跟全世界发生很多那种 重大的事件枪击案有关 总是会有一个替死鬼 对不对 那这是干乃迪的事情 那其实还有第二个 就是美国以前的总统叫卡特 大家都讲说他是吉米卡特 种花生的总统 花生花生 Penuts 1969年1月22号的时候 卡特总统当时是 乔治亚州的一个州长而已 乔治亚州不够是美国 50个州 其中一个小州 那当时他在1969年1月22号 对他乔治亚州的所有的 那个几个大金主装脚 一个私职会 私职会都很有钱的 国际私职会 他的选民在演讲的时候 突然天空上 闪过10分钟 那个不明光点 然后跟那个月亮 一样皎洁 一样明亮 在那之后呢 所有包括卡特在内 在场有两三百个人士 都这样的目睹了 后来也被要求封口 那但是卡特呢 他勇气可嘉 他是第一个美国政治政坛上 第一个承认说 他看过这种UFO的政治人物 后来卡特当选了美国总统 他曾经去问说 有关于这个研究UFO的 美国里面 五角大厦里面的专家 可不可以公布或怎么样 那五角大厦专家就告诉他 有很多的这个先例 包括这个甘乃迪被枪杀的事件 他可能没有讲太多 他就讲 你觉得甘乃迪的下草是什么 就走掉了 不要讲不要讲 后来专家只告诉他 为了维持保护美国的核心利益 还是这个秘密就让美国 就让他们自己知道就好 他们去研究就好 所以后来他就 卡特就尽量的支持他们去研究这个 都没有公布 那但是卡特后来 他在卸任之前 他也讲过说 他从此以后 不再会嘲笑那些 看过UFO的人 因为他说他自己就见过一次 所以美国媒体称赞他说 不管卡特是公销为 还是说真的 至少佩服他的勇气 那其实还有第三个 是一个传说中 在1954年的时候 美国以前的一个总统叫艾森豪 我们知道他是二次大战的一个将军 那艾森豪呢 据说在1954年的时候 他曾经跟那个UFO 就是美国官方政府也不会承认 他跟这个外星人签下了秘密的协议 据说至少高达五项协议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 就是他答应的这个 地外文明的外星人这个族群说 让这些外星人可以来地球 研究地球的人类跟一些动物 但是那个艾森豪要求 你必须把人类平安的送返回地球 其他的动物啊 牛啊羊啊猪啊 其实随便你也就没关系 就算了 在那1954年之后 美国的西南部各州 甚至西北都有发生很多 美国的一些人 目睹了这些那个外星人或UFO 然后甚至被绑架的事件 都有很多 美国官方其实都有记载 包括那个FBI的档案 然后但是人类都有一些 大部分都有平安回来 而且在那之后 几乎在美国本土境内 有八千多只动物 莫名其妙地这样就消失了 也就是在1954年 那个艾森豪将军 艾森豪总统之后 那些人被抓走回来 那个记忆都空白了嘛 对 好我们来看看牛被抓走 1989年日本的某座牧场 发生一件难以置信的画面 你没看错 一只牛就这样 突然缓缓飞到空中 被一个光吹吸了进去 凭空消失 没看清楚吗 让我们再看一次 那牛很闷 吓死吧那牛 外星人偷牛 是想夹菜 还是真的想着 研究地球动物 这冲击性的画面 科学家又会如何解释呢 回到现场 听听黄敬平怎么说 哇塞 这外星人也吃牛排啊 在今天我们只有 为那个牛 感到难过 吃早吃一只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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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那些动物后来有些发现 它的有些是在那个地面上发现一些肢体 它们切割的很完整 之前我相信马老师和很多来宾都有谈告过 但是切割的很完整 那个伤口都非常的平整 这不是一般工具可以做得到的 对啦这个东西就是说你不能否认说这些这些这些事件啊一些奇特性啊那当然我们也没有办法用这个百分之百证据来证明但是这事情就摆在那边啊可是注意了今年七月美国有个CIA的干员 我跟你讲他也是退休了啊出来爆料真的是有飞碟坠毁在罗斯威尔是怎样的 七月就是罗斯威尔发生的月七月初所以他在爆料就是65周年的时候刚好他上电视节目公开讲这布兰登呢他在中情局干了多久CIA干了多久干了35年 CIA的机密档案室他一辈子只进去一次你知道那不是随便能够进去的就他那一次进去找资料唯一的一次进了机密档案室就看见有个小房间他就蛮好奇的 他就开了门进去一进去看到有一个这个档案上面写了罗斯威尔他就好奇啊就打开一看 哇一拉出来外星人的照片外星人的飞碟照片找到的实验的总统去看的浴物然后整个详细的记载CIA完整的罗斯威尔档案他全部看了一遍他吓死了他说他看的时候 因为当时这个军方说是这个气象气球是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把他说什么 他说该死的气象气球什么气象气球用了该死两个字 他说我看了整个档案之后我既然在电视上接受访问我公开给全美国人讲 罗斯威尔绝对是真实的真正发生的好感 CIA的35年的干员公开在电视上接受访问 可是当时在那个罗斯威尔空军地公关我以为只有我们夜店有公关 罗斯威尔空军地的公关豪特中尉 他在遗嘱中也说明了 英国的《每日邮报》他最近就讲了 他说这个罗斯威尔的空军公关主任 那时候他是中尉 这个汉的中尉 他就在2006年过世之前 他特别留了一份公文 跟他给你的司事说 你不要开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很机密 等我死挂了之后回天堂的时候你再打开 结果挂了之后 我想他的家人搞不好以为是金银财宝一打开一份文件 这文件里面写什么非常恐怖 他说在六十几年前 罗斯威尔那个事件 那个后来他来讲说是有残骸 有外星的碎片 后来他们长官说不是 好小孩是气象气球装雷达的 又是假气象 他说是骗人的 他说不是 就刚刚老师讲的 真的有看到 他不但看到外星的这个飞碟 还看到了什么 还看到外星的尸体 所以这个就震惊了很多事 所以传出来那些传言是真的 是真的 所以那些照片也说明是真的 对 所以那时候呢 他那时候呢 开高峰会 高层会议的时候 跟了他们的上校 同学的上校 还有将军一起开会的时候 还去了解这个材质 说他们奇怪 他们去摸这个太空的飞船 他说奇怪 这个金属的东西 他摸不出来是什么样的东西 但是很奇怪 他把它折一个形状之后 把它奥完之后 他没多久他要恢复原型 你不管怎么弄 而且你剪刀剪不断 你怎么割都割不掉 所以你看这六十几年前 这个科技就不得了 同时呢 他也被这个帐校 带到一个48号的这个 编号的这个厂棚里面去 去看这些资料 他突然就看到一个秘密 他说这个东西 他就写出一个金属材料的东西 跟蛋一样 跟蛋头一样 但是没有翅膀 没有像我是飞行员嘛 上半辈子 上半身都是当过飞行员 那么久 他这个东西是飞行器 他没有翅膀 没有尾翼 没有垂直尾翼 没有旋翼 他能飞哦 就是没有任何一个 我们人类认为要飞的这个重要因素 他没有任何 对 而且这个东西很小 他大概直径3.5到4.5公尺左右 宽大概1米8而已 所以是小小的东西 同时呢 毫无一天看到旁边有一个防水的帆布 一帆布 里面一个像以前ET电影一样 看到那个什么 120公分左右的长度的 头大大的 然后不规则撞 不想是不是撞 应该是撞的 眼睛大大的 鼻子嘴巴小小的 而且看到这个 真的是外太空的生物啊 躺在那个地方 那其实你看到 但是不能讲嘛 那同时呢 你看几个月之后呢 他们为了封锁消息 就像黑人电影一样 大规模的搜山 把那Russell附近的相关地方 地毯式的搜索 能解的解的 能清除清 全部都毁尸秘迹 全部弄完之后 相关的人都签了 这个契约保密 保密 所以说你说这个东西 出来之后这个 如果说没有这个事件 也不需要这么大费周章 去做这些事情 对对对对 那其实我们知道CIA 跟军方 其实都是管国际的 在美国国内有个SBI 他去年也公布了 他也说 罗斯维尔事件是真的 对对 为什么 FDI在去年干了一件 轰动他全世界的事情 是 他成立一个线上档案室 叫做穹林档案室 他居然把一大堆 机密的报告 全放到线上档案室 大家可以上去看 他先是 一进去我先是一些 目录 就目录点 你要的那个目录项目 要进去看 我们一般都可以去看 一般都可以看 而且你不然可以 还可以下载 但是他做成图档 就机密文件做成图档的 你不能下载 文字部分 你都可以copy 好 线上档案 FBI去年突然做这个 穹林档案室 哇 这个像我们 这个要上节目的时候 都内政 都上穹林档案室 去找资料 里面好多FBI机密的文件 好 那当然穹林档案室 最引人就这个 这个是 当年罗斯维尔发生之后 那FBI当会调查 就有一个霍特尔 他就率领去调查 罗斯维尔事件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他写给局长 FBI局长的调查报告 这个调查报告 那这个调查报告 FBI居然把他放在 穹林档案室 这跟极机密的 是 他居然把他放穹林档案室 那他的报告里面说什么 他说第一 罗斯维尔是确实有歧视 第二个 是三架飞碟 不是一架飞碟 是 掉的是三架飞碟 每一架飞碟里面 三个外星人 最总共是九个外星人的尸体 哇 每一个外星人 九十公分 小小的 只有九十公分 穿着银色的 这个金属的飞行衣 而且全部紧身的 贴在身上 那这个 所以 他说 其中最诡异的一件事情 就是 为什么 飞碟会掉下来 原来罗斯维尔附近 有高能雷达 怀疑 那高能雷达 不对付飞碟的 但可能怀疑 就是说刚好 这些外星人的飞碟 他的那种导航控制系统 被高能雷达干扰到 跟高能雷达 他的报告里面是这样讲 跟高能雷达干扰到 所以他就坠毁在罗斯维尔 是 所以他的东西也就还好嘛 你不要再亂讲话 因此再亂 我在美国 有一个很有名的地方 就叫五十一区 就是说所有的那个 卫星照片 五十一区都是空白的 那这个五十一 长久以来 就是讲到说 是一个美国人 一个很重要的基地 所有的秘密 包括幽浮的 包括他最新的武器 通通都在那个五十一区 到底五十一区是什么呢 请看小肥猫 是的 我的确就是猫女 基本上呢 我很想要说 这个眼罩让我真的很想要 真的好紧 但是 因为我非常的专业 现在想要告诉你 接下来的新闻 我这是 我真的活动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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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为 重点是 在1947年 著名的罗斯威尔事件之后呢 五十一区就是传闻中 美国政府秘密处理 飞碟坠毁残骸及外星人尸体的地方 接下来 让我们来看五十一区的 鸟 鸟 鸟看影片 你把两个鸟都说不清楚 看那一句白的 那什么 鸟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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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鬼东西啊 什么鬼东西啊 不可以 不可以啊 鸟肠啊 来 疑似幽浮 经过 还是怎样 没有啊 你看那个疑似幽浮啊 停在那里啊 就是一个银色的那个 对啊 你看疑似幽浮停在那里啊 刚好被拍到 那会不会是一个正好镜头上面的水滴啊 都有可能啊 不是说这个仪式嘛 这个你没办法证实啊 不说这不错啊 这可以看得到耶 一般来讲那一块就是 你去Google Google 51区那一块是空白的 它不会让你知道的 模仿飞碟战斗机性能高到你无法想象 它可以飞到27000公里上面 一般要你保证 我问你 它在27000公里上面的时候 它可以看到下面有辨识脚印 可以辨识你的脚印 多厉害 而且它时速可以到3000公里 飞多快啊 多快啊 对啊 这不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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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以看得到耶 一般来讲那一块就是你去Google 知道Google 51区那一块是空白的 它不会让你知道的 那这个就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地方了 对 它在美国的第36个州也就是内华达州 大家都知道内华达州最有名的就是赌城 拉斯维加斯 拉斯维加斯它的南方大概130到150公里的地方 就是这个传说中神秘的这个51区 我们刚刚看到这好像Google那种卫星的那个空拍图 其实在所有的世界地图包括美国地图上你找不到这个区域 为什么叫51区 它是一个内华达州的一个旧的地图区域的一个标示而已 事实上那个地方原本是一座的荒漠 它是一个这个大概叫做马夫湖 美国有人叫它叫新郎湖或是南冷湖 一个干涸的湖床 已经干掉的湖 本来是一个很大面积大概两万零一百平方公里 这么大 后来它把那个湖底的干涸的湖床建造成这样的一个51区的一个基地 然后里面呢就像这样的一个空拍图 它的跑道有那么长 而且51区它以前是属于内华达州州政府管辖 美国布希小布希总统他在上任之后 2002年他收回美国中央联邦政府自己管辖 他为什么不让内华达州政府管辖 就是怕机密外泄 那我刚讲说51区里面很多 他们在研究可能外星的逆向工程 就是因为他们在51区的附近的上空 常看到很多的这种美国的先进的战斗机飞来飞去 那据说在上个世纪最有名的U2侦察机 就是在那边作为它的试验场 还有包括A12的这个间谍者 拦截者的一个间谍机 包括这个B2的隐形轰炸机 等等这些美国高科技装备 几乎都是在那边作为51区基地 作为神秘的试验场 我们来看一下好这个是传统的F86 我从小就在这个机场团面长大 我爸是这个联队联队长 我爸做六联队联队长F86 就传统飞机就是一个飞机两个翅膀就这个样子嘛 对不对 好后来进步到F1动4 也是这个喜欢从噴射的 但其实虽然看起来很炫对不对 但样子还是传统的样子对不对 只是记忆比较小 对记忆比较小 我们来看看 这个1954年51区第一个研究出来的U2 哇你看看这个翅膀多长啊 这多少年前 58年前开发出来的飞机 58年前研究出来的飞机 这个U2飞机一直到2007年 全球英无人侦察机出来之后 才退休全世界在意最久的一架飞机 哇U2 后来俄国人更搞不清楚什么是U2 但直到俄国人把他打下来一架之后 俄国人才搞清楚什么是U2 美国人发觉到U2可以被打下来之后 美国人就不愿去了 怕死 就找我们这招 就跑到台湾了 就叫台湾人去 黑猫 所以才有黑猫 好 U2完以后1960年 你看看 你看过这样飞机吗 1960年做这种飞机 诡异 这个飞机太诡异了 你看这飞机诡不诡异 这是T型飞机 其实它本来最早 也就是T10 所以它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它失败 T10失败 T11失败 这是T12 T12 50多年前 做这样诡异的飞机 现在还有吗 现在有吗 退休了 退休了 现在退休了 它很早就退休了 对 是战斗机吗 战斗机吗 侦察机 侦察机 飞很高很快 你不要看了 它可以飞到27000公里上面 这么高啊 我跟你 它在27000公里上面的时候 它可以看到下面什么 辨识脚印 可以辨识你的脚印 多厉害 而且它时速可以到3000公里 飞多快啊 超快的 但是因为A12后来失事 失事之后来 他们就改良 拿A12去改良 改良就更炫了 来看 就A13嘛 不是 SR71 SR71 这是1964年 12月23号开始的 1964年 注意哦 也是快48年前的飞机 哇 有没有够炫啊 这有没有炫啊 那是打向48年前的飞机啊 你看到这种飞机吗 好 它是SR71 叫做黑鸟 其实黑鸟也是有系列的 这都不是一次就成功了 它把飞碟那些拿来 搞这些山寨版 拿一次就成功的 你知道吗 它后来有这个M21 D21 卖到嘛 MD21 现在都失败 但是有做出来 做出来 现在如果你到美国 去航空博物馆 你可以看到M21跟D21的飞机 好炫啊 你知道 都是它的兄弟 好 你知道这个特殊点在哪里 它是钛合金 在那个年代就用钛合金 做飞机耶 钛合金 我问你 美国人怎么知道 要用钛合金坐飞机 对啊 没关系 士兵哥 其实你都有答案 不要再问我 不要再问我 你不要再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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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我会讲 我会讲 我会讲 你先讲 好吧 我只问你 胆死 你太合金 四年前 坐出这种飞机 你相信不相信 相信 相信 太合金 就是用太合金做的 好了 然后这是我最爱的飞机 这飞机出来的时候 我简直是炫翻了 F117 这是我们志祥兄曾经跟他一起合作 F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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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 当然它是隐形 这个隐形的 战机 第二个 它是第一个 完全数位化操控的 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的 所以它没有雷达 它是靠 卫星定位系统的 第三个 你看它这么小 它可以装核弹 战斗机可以装核弹 你看这个样子 炫不炫 其实 我有张照片 是它正面头的 可惜没带来 那正面头的你才看 因为它很高 它很高 如果你正面头 那个压迫的那种感觉 因为飞机平常就是一个单单掉掉 其实它是个很高 像堡垒一样的 所以它可以带核弹的 它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 出击了多少次 出击了1300次 然后攻击了1600个目标 它一点毫发无伤 就知道它多厉害 打伊拉克就是炸弹爆炸的时候 伊拉克人才知道 有空袭 它已经飞走了 是哦 对 因为它是行的 伊拉克人 伊拉克人 射不到的 但是这种这么厉害的飞机 美国人在1973年就做出来 1973年 快40年前 人家这个飞机 现在已经退休了 退休了 08年退休了 那所以有更新的飞机 来期待它了 当然 F-22A F-35 F-22 这很厉害 但是F-117 多序 好 当时我们刚刚讲 SR-71叫做黑鸟 对不对 它黑鸟系列 这更厉害 这叫什么 这叫黑鹰系列 从鸟变成鹰了 你只是鸟 我是鹰 但是 所以在美国在四五六十 四十年前 五十年前 六十年前 发展出这么炫 这么先进 材料这么科技 人家都说 全是立项工程 你全部成螺丝威尔的飞碟上面 学来的 所以你的飞机才一徒飞猛进 苏尔也是这样认为 我补充一下 马老师讲这个 F-22A管 因为这个飞机 我跟它相处了一年 在附近了 不能靠近了 那时候 我们的基地 因为在新墨西哥州里面 就是两种飞机 一种是我们飞的战斗机 一种就是F-22A的隐形战机 我们每次 每个礼拜都有一个 军官的喝小酒的时间 晚上 联谊 我们都尝试了 把F-11A的飞行员 把它灌醉 灌醉之后 他就要讲实话了 这种飞机 它没有双座机 它是单座机 它也不能让你先训练 不行 没有教练机 没有教练机 你要直接飞 就飞上天去了 但是那些飞行员很厉害 重点是 我们跟它在一起飞的时候 我们飞机要靠近的时候 塔台就跟我讲 你这样闪边闪边 有什么大号进来 大头要进来 有什么老二要进来 你就要闪边了 你不能靠近它太近 我们常常常自想说 贴飞近一点 看它的这个状况 或者在起飞的时候 起飞的时候 有时候 因为我跑到很多条 也是交错的 它这个地方起飞 我们在那边待命 准备要起飞的时候 我们就估计贴近一点 去看 有时候甚至想要 拿个放大镜去看一下 你看不到它的 引擎地方在哪里 你也看不清楚 它是怎么起飞的 所以这个东西 非常的诡异 而且重点 它们的保密非常好 它们落地之后滑 我们也跟着它滑 滑到机库的门口的时候 两个武装的士兵 门打开了 敞篷打开了 飞机是马上进去 马上关起来 看都看不到 所以很神秘 SR71 其实当时我们从小 知道这个飞机的时候 都觉得它太厉害了 就是一个不太可能 会出现的飞行器 它到底创了什么纪录 这个SR71 我在美国真的看过 在博物馆 80年代就会 它最修很快 很老 但是它这个呢 是刚刚F12的大始组 为什么 就是第一代的 隐形战机的原型 它有特别的 这个雷达的拦截面 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好 第二个 它的速度跟高度 当今还没有飞机 能够突破它 有什么创举 在176年的时候 7月28号的时候 它曾经飞过 三点多马赫 三千两百多公里的时速 就是三点多音速 三倍多音速 那么快 而且它可以到了 八万多公尺 这么高 几乎快要到 我们的零件 大际程的零件 所以 它都要 应该是在 那应该已经称为 内太空了 就是 再出去就外太空了 对 就是零件地 还有空气 但是也很稀薄 就是 这种喷射机能飞得 最高的高度 所以说 为什么这个飞机 要这么快 因为它的高空 就像以前 U2老飞机一样 它飞得高高的 据这个资料显示 它六分钟 可以把意大利 所有的境内 通通拍完 刚才马上讲 你脚 你的鞋子穿什么牌子的 赵哥牌的鞋子 都可以看得到 非常清楚 而且它速度那么快 它不会因为震动 或者是移动快 而解释度不清楚 你看 这科技很恐怖 但是因为费用太高了 所以美国空军 也支付不了 所以后来就 80年代的墓星空军 就退休了 因为它的维修费太高了 另外还有一种 异曲同工之妙的 叫做M21跟D21的 这款无人的侦察机 哪一台 无人 无人侦察机 也是在类似 就是A12后期 也有这种无人侦察机 这个飞机 好漂亮 有一个 就跟SR7是有点类似 上面还有一个 它是植母机 植母机 跟太空梭一样 所以这个叫D21 那这个呢 这个叫做M21 M加D 加起来叫做MD21 卖单了 一个是妈 一个是爸爸吗 对对对 不是不是 妈妈跟上 就是母机带小机 好 这个无人侦察机呢 它飞到天上去之后呢 它飞到天上去之后 重点 这一个飞机 它就脱离了 让这个D21 进入到敌区去 它收集完资料啊 拍完之后呢 它丢出一个 类似像 像这个 像中散之类的 资料包 它就自行会 爆炸 就就毁掉了 毁掉之后呢 713洞飞机 713洞的运输 再去把它东西追回来 它有个剪 剪刀 就把它 剪刀 万一没剪好 不就损失了吗 一般来讲 应该不会 到底还有哪些更多的精密军事武器即将呈现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千万不要错过 开完之后呢 它丢出一个 类似像 像中散之类的 资料包 它就自行会 爆炸 就毁掉了 可是那时候呢 西洋三洞飞机 西洋三洞的运输 再去把它东西追回来 它有个剪 剪刀 剪刀 剪刀就把它 剪它万一没剪好 不就损失了吗 一般来讲应该不会 最好就不会 最好就不会 这破这个飞机 你在40年前了 在1962年 为什么 因为有一次发射的时候 它发射不小心 这个控制不好 就是没有剪好 不是没有剪好 它发射的时候 撞到母船 撞到母船 结果控制官就死掉了 所以那时候 他们相机 有所谓的防手震 手会震 所以它都会发射之主 它已经防气震 对啊 很厉害 我们这些相机 没有一弹 对啊 真的 其实今天我们讨论了五十区 其实五十区里面太多的秘密 像刚刚讲到YouTube的时候 YouTube以前刚开始实验的时候 塔台会问它说 你的速度跟你的高度 它都要谎爆 为什么 因为它不想到 比如它看到你 你怎么会那么高 那你速度怎么那么快 没有没有 你一气坏掉 它直接要跟塔台讲 你一气坏掉 就民间塔台会问 你是谁 你为什么飞那么高 为什么那么快 没有没有没有 你一气坏了 不是不是 我不是这样 我很低 我没有那么快 所以那还是一直在骗 所以很多那时候 很多的目击事件 其实很多次 其实那时候是看到 这些先进的科技 就不是看到飞碟 就像你第一次看到B2的时候 你会傻了 你会真的以为它就是飞碟 就一个盘子 哇很大 好大一台 那边飞 我去关岛的海滩上 你常常坐在那边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 美国最先进的 新式战斗机 这个武器 空军武器 因为它都要从 那个杜梦湾这样进来 然后左转 降它的那个空军基地 有什么B52 B2 以前什么F22 都会从那边过 所以你在那边看 是看得很清楚 蛮好玩的 好今天呢 我们就先跟你聊到这里 其实我们有更多的 外星科技逆向工程 可惜啊 一时是讲不完的 没有讲过 最讨论 对对对 从今来延续 表明这些感觉 都是 我们不能做一个 就是三个小时的节目 那是我们过年才能做的 好不好 对对 讲完我们也玩完了 对对对 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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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更多的故事呢 我们下次再告诉你们今天 谢谢大家 谢谢